来到这个城市除了校内活动和校外之旅 其实无处不见台南是一个文化之都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一点都不却场 他就是被称作台南学妹的 黄伟哲竞选总部发言人苏芷杰 大耶 看这样可以吗 西瓜者 大胆把黄伟哲搁在西瓜上 自然不做作的风格 加上邻家女孩形象 让她随着选情逼近 人气也大喷发 黄伟哲甚至笑说 北友学姐黄晶莹 男友学妹苏芷杰 苏芷杰今年21岁 是城堂大学四年级正志系学生 担任过校内新闻主播 今年2月在朋友介绍下 进入黄伟哲竞选总部 负责媒体业务 担任粉丝团小编 让只有8万多连友的粉丝团 短短几个月突破10万人按赞 苏芷杰因此从幕后走到幕前 接下发言人工作 苏芷杰坦言压力不小 除了要维持我们自身的原则之外 也要去配合到每一个记者 或者是每一家的媒体 那这是很需要做一个人际协调 或者是一些讲话的技巧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这是让我成长很快的地方 年纪轻轻就担起重责大任 为了行销黄伟哲 有别官网的严肃震惊 化身粉丝团小编的苏芷杰 着重在和民众互动 走的是活泼趣味路线 那我们当然会是针对青年的 比如说我们会站一T青年发生的角度 来宣传台南 然后来像这些青年 就我们把它留在台南 然后也行销获选人的政策 苏芷杰一新观点 新角度展现全新黄伟哲 也让自己在这波选战中 成了最亮眼的新秀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